在经过长达19天的紧张培训后 2023年的16队哥哥姐姐选手 将争夺肩负中华文化旅游雅加达社会大使的头衔 究竟哪一队将会获得九位评委的青睐获得冠军呢? 跟我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因华百家新协会秘书证 廖建文雅加达分会复会证 陈解胜 副秘书长 钟文维 社会事务部副总主席黄立志 华裔总会秘书长 叶展德 印尼哥哥姐姐协会会长 钟妙香 2022至2024年雅加达哥哥姐姐协会会长 徐志辉 2023年雅加达哥哥姐姐选拔赛主席邱树勇等出席活动 并共同名罗启动开幕式 因华百家新协会雅加达分会副会长 陈解胜表示 正如孔子昏骨之心的治理名言 必须保持雅加达哥哥姐姐的精神 不断汲取过去的经验 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比赛的主题为雅加达的活力 寓意着充满色彩的生活 印尼哥哥姐姐协会会长 钟妙香表示 自2002年首次举办该赛事以来 今年已是第二十一届 但由于疫情 2020年开始该赛事就被迫暂停 很欣慰今年能再次恢复举办 最终从16队参赛选手中 选出了7队哥哥姐姐 分别获得2023年雅加达哥哥姐姐 第一代表 第二代表 第一希望 第二希望 最佳和才华奖项 而2023年哥哥姐姐投选 则由雅加达的李烧汉和西爪瓦神 贸物室的燕利获得 开会切很多组计 和希望能帮经浏进节产生 更新党来 更新党的动情 看到世界各种 无论的破坏 变得更新党的身体 在媒体里的公共童所 修设的影响 在台湾中 上的国家 他们是提升 承受印尼哥哥哥姐姐 协会会长 忠妙香说 希望这个组织 继续年轻一代继续努力,为国家感到自豪,并做出贡献。